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UR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方艳芬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方艳芬的一些曲目,著名的 和他出过的一些唱片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方艳芬主演过的一些著名的剧目 方艳芬主演过的剧目包括有 感成春 桃花线 提笑恩怨 保玉哭情文 夜祭雷锋塔 陈世美不迎妻 断肠人对断肠碑 洪流意游 艳曲梵经 闻鸡归汉 金凤迎春 汉女精中转 风流夜合花 以上这六套 都是唐迪生的作品 都是唐迪生的作品 然后就是《玉龙彩凤导春宵》 接着就是一系列一字头的剧目 这些一字头的剧目全部都是唐迪生作品 而且大部分都是和任劍辉拍档的 那这些一字头的剧目就包括什么呢 就是一湾微月半寒寒 一字落花成雨后 一支梨花春大雨 一流风雨夜归忍 一年一代燕归来 另外还有香烧十二美人柳 在世重温金凤远 火网繁公十四年 梦断香烧四十年 和这个汉母帝梦回惠夫人 以上这几套都是唐迪生的作品 在早两集曾经提过 方艳勋就是一个相当之有事业型的女性 她自己创办了这个新艳洋剧团 她创办这个新艳洋剧团 她就邀请了当时的名领 陈锦棠、任劍辉、辛玛斯增、麦炳荣 和王千穗等等 就和她合作 一齐就演出 根据历界的新艳洋剧团的长刊 我们现在就列举出 列历界他们的新艳洋剧团的什么剧目 在第一届的新艳洋剧团 就会做过艳洋长召卯丹虹和程大嫂 第二届的新艳洋剧团的新艳洋剧团 第二届的新艳洋剧团 就是有《乱世上哲》《春灯雨善恨》和《一代名花》花淺旅 然後就是第四届的新艳洋剧团是《真假春暗》《棄艳洋》 第五屆新艷阳做了一套《一入侯门深似海》 这个也是唐狄生的作品 第六屆新艷阳有三个剧目 分别是《汉女精中传》 《威谁彭肖、威谁狂》 还有《李香军》 然后是第七屆的剧目 第七屆只有一个剧目 就是《梁竹行史》 男主角就是任劍辉 接着就是第八屆 第八屆新艷阳有三个剧目 分别是西斯、董小苑和洛神 然后是第九屆 第九屆新艷阳做了一套《六月说》 男主角就是任劍辉 然后是第十屆 第十屆新艷阳有两个剧目 分别是《烟阳类》和《多情孟丽君》 然后是第十一屆新艷阳 第十一屆只有一个剧目 就是《红联起》 然后是第十二屆 第十一屆新艷阳的剧目 就是《黄宝村》 新艷阳的剧目 说到十二屆也完结了 因为它只是做了十二屆 今天和大家分享新艷阳剧团的剧目 分享到这里也完不了 但是方艷芬的演艺生命还未说完 但是说到这里要休息一下 那么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安与阿铃频道 那么在下一集 就会和大家分享 方艷芬拍过的一些电影 方艷芬拍过都超过一百五十套电影 那么如果大家想知道 方艷芬拍过的电影 那就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分享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拜拜